你等着 我马上就订机票过去找你 你想知什么 我已经慎景出了 先生 你们不是有什么想法 您开心吗 您为什么会迎慎景出了 我非常地激动 我真的还 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下一步 我也 盛先生 盛先生 按照您以往速战速决的风格 为什么会突然使用一种 不太擅长的下法 能说说你的原因吗 盛棋手 您今天从开局就出乎所聊 是因为有什么其他外带原因 向您导致了失误吗 输了就是输了 没有任何外带原因 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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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了 熊猫 你是没睡好还是没吃好啊 你等着 我马上就订机票过去找你 你想吃什么 是橘子汽水蛋糕 还是宋嫂玉庚啊 我没事 你都输了还说没事 你不是说过 要让我心静吗 就算输了也没什么 蛋糕照样吃 大不了 给我变狐狸嘛 这次又不是 大神级别的对手 而且姐说都说了 这盘棋下得 根本就不像你 熊猫 你要出了什么事 一定跟我说啊 千万别瞒着我 没事 真的没事 了了 他们说得对 这盘棋呢 确实不像我 原来的盛景初 也的确可以轻松取胜 但问题是 我现在的心境 跟从前截然不同 因为 我遇到了你 我 对啊 是你打开了我的心境 手拉手 把我带出了原来封闭的小圈子 让我重新看到了整个彩色的世界 如果说人生是一盘棋 那我在认识你之前 我的棋盘上 就只有棋子 只有输赢 自己也固执地相信 一旦输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但此时此刻 我有你 是你 是你让我想要把生命中的热爱和乐趣 在棋盘上一一摆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位置 了了 我想寻找书影之外的东西 你能明白吗 熊猫 只要你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 不会因为书籍而失落难过 我都支持你 还是那句话 无论怎么样都别不开心 橘子汽水蛋糕咱们照样吃 大不了了 我再给你变个狐狸